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土耳其震災救援兩週 洛縣搜救隊家屬歡迎英雄們回家 戰爭一週年前夕 拜登波蘭演講力挺烏克蘭 美國家庭負載飆升 創2008年以來新記錄 京東最冷風暴來襲 南加州本週將低於攝氏零度 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日加州 週一晚間 不少在土耳其大地震後 前往災區救災的洛縣消防員家屬聚集在消防局前 歡迎他們心中的英雄回家 一起來看 週一晚間 77名消防員組成的洛縣救災隊從土耳其順利返回家園 家屬們早早就來到消防局門口等待英雄回家 回向當地災情 消防員都感嘆地震的破壞力極大 回向當地災情 消防員都感嘆地震的破壞力極大 在搜救隊伍中還有六隻救災犬 他們憑藉敏捷的行動和靈敏的嗅覺 營救了災迷 也為他們帶來內心的慰藉 他也是一個很舒適的狀態 他也跟家屬和家屬人都在狐狸 孩子在狐狸他 他們想去找他 然後去找川普 我可以相信他 他也在這情況下 目前 美國國際開發署的救災小組 仍在土耳其地區進行援救 然而 本週一 土耳其部分地區 又發生了6點4級地震 造成三人死亡 二百多人受傷 新唐人電視台洛森基記者站 美国总统拜登继续欧洲之行 周二拜登与波兰总统杜达会晤 并在当晚发表重要演讲 誓言支持乌克兰的决心 周二晚上在波兰的历史地标华沙城堡 美国总统拜登在上千民众面前 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了强力的信号 拜登的讲话选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一周年的前夕 意在进一步团结北约盟友 强化对乌克兰的支持 此前一天拜登还对战火中的乌克兰 进行了历史性访问 这是俄乌战争爆发以来 美国总统首次到访 特别是现在呢 中共似乎有升高对俄罗斯支持的态势 甚至会用武器去援助俄罗斯 在这样一个关键的时刻 美国作为自由社会的老大 必须要去做一个动作 或者是做出一个姿态 去下阻中俄之间的勾结 在演讲前 拜登与波兰总统杜达进行了双边会晤 他感谢波兰在战争中 给予乌克兰的大量人道及军事援助 此外 两人还讨论了美国增加在波兰驻军等问题 据金融时报周一报道 波兰总统杜达还呼吁北约 在战争结束后 给予乌克兰安全保证 使乌克兰可以得到类似以色列的待遇 即非北约国家 但可以得到北约有法律效力的保护 不过 目前美国仍然只倾向于豪猪策略 即将乌克兰军队武装到牙齿 使其有能力保卫自己的国家 此次到访乌克兰 拜登又带去了5亿军援 在过去一年 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 已经达到近470亿美元 高居各国援助之首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金时综合报道 在通货膨胀和高利率的双重打击下 美国家庭债务一路飙升 在2022年底创下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新高 来看报道 根据个人理财网站WalletHub的报告 由于高通胀和高利率 2022年底 美国家庭的负债飙升至金融危机以来的最高点 调查结果显示 从2022年10月至12月 家庭债务增加了3200亿美元 总计17兆美元 平均每个家庭欠债 142680美元 去年抵押贷款的债务也增加了2900亿美元 平均每个家庭有10万美元的抵押贷款余额 根据美联储的数据 信用卡的欠债数额达到986亿美元 打破了疫情前的记录 对此WalletHub的分析师 刚萨雷斯提醒 虽然美国还未到债务临界值 但民众仍应考虑如何摆脱债务 更好地为经济衰退做准备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张博元综合报道 下面来看今天的加州新闻快讯 南加地区本周将迎来今年冬季最冷的一场风暴 预计会带来雨雪和低温 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 从周二晚间开始 沿海地区将出现强风和巨浪 可能会对海滩游客造成危险 周三起南加各地将迎来降雨 高海拔地区会有大雪 周四会迎来本周最低温 日渐温度会降到华氏50度以下 夜间将低于32度 也就是摄氏0度 这场风暴将持续到周末 老年人和小孩等群体需要特别防范低温 加州不断上涨的房价 让很多人搬离加州 但分析全美抵押贷款数据的一家科技公司指出 加州有6个城市的房价 与2022年的峰值相比有所下降 其中旧金山市房价下跌最多 约13% 其次是圣河西市下降了12.7% 紧接着是沙加缅度 圣地亚哥 洛杉矶和河滨市 尽管如此 加州房价依然非常昂贵 旧金山的房价中位数超过120万美元 洛杉矶市则超过了89万美元 加州州参议员敏大卫上周提出 SB637号提案 禁止加州公共财政部门 与为枪支制造商承办业务的银行合作 敏大卫推文指出 SB637号提案发出的一个明确信号是 加州不会直接或间接的资助枪支暴力 但国家涉及运动基金会发言人 则持反对意见 他告诉英文大纪元 这是一项公然违宪的法律 歧视受美国宪法保护的枪支行业 并且超过了加州州府的权限 新唐人电视台洛杉矶记质战综合报道 日前有传闻称 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将于今年5月左右访美 成为中共间谍祈求事件以来 台美关系不断升温的又一个心力症 近期有媒体纷纷传出 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将出访美国 并在母校康内尔大学发表演讲 台湾外交部周二的回应 并没有否认相关传闻 但也没有正面肯定 而一些民进党立委则明确表示 蔡英文的确将于今年上半年访美 从下半年起 台湾将进入为明年总统大选 做准备的重要阶段 外界分析 如果蔡英文能在上半年访美 实现外交突破 不仅有助于确立她个人的声望和历史地位 也有可能提升民进党的选情 今年以来 尤其是在中共间谍气球被美国击落之后 台湾与美国的关系似乎明显升温 尽管双方刻意保持低调 但频繁热络的互动 以足以引起外界的关注 2月21号 美国联邦众议员康纳率领了国会访问团 与蔡英文举行了会晤 双方毫不避讳地提及军事合作 在安全议题上 台湾和美国也持续地加强军事交流 未来台湾也会更积极地跟美国以及民主伙伴合作 而就在四天前 美国国防部负责中国事务的副助理部长蔡斯 也不公开对台湾进行了访问 成为40年来第二位访问台湾的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 更稍早前 美国还传出 新任众议院议长麦卡锡 也将在今年春天访问台湾 美台高层频繁互动 不断激怒中共 中共解放军东部战区周一宣布 将在东部海域进行实弹演习 并在多个海域展开演练行动 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 上周已经明确警告中共 不要因为台湾而走上 不可避免的冲突之路 新唐人记者瑞丽综合报道 每年2月中旬至下旬 在优盛美利山谷 会出现一种自然现象 让成千上万的游客慕名而来 当太阳落下时 金黄色的光线 让马尾瀑布看起来像着了火一样 一起来看这独特的火瀑布 美国优盛美的公园 在每年2月中下旬 会迎来罕见的火瀑布 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游客 前往国家公园 日落时分 阳光以特定的角度洒下时 沿着世界上最大的花岗岩巨石 酋长沿东部边缘流过的马尾瀑布 光线反映在水面上 闪烁着橘红色的光芒 看起来就像有火焰燃烧 熔岩流动的景象 这种景象的出现只有短短几周 除了光线角度 还要在天空晴朗 河瀑布流动时才会出现 因此要看到美景 运气也很重要 火焰一般的马尾瀑布 经常吸引世界各地的游客 也包括摄影爱好者和自然爱好者 我们已经看了很多照片 感谢观看起来的观看 我可以看到只在一部分的水面 然后就在一部分的水面 就在一部分的水面上 我只是想的多水面 但是我感觉到这里的水面 是真正的 我会联系到人们 就能见到其他人 那是很棒的感觉 因为这些是很大的风险 很美 很自然 我爱 nature 今年的马尾瀑布水流较轻 酋长沿上弥漫着薄雾 在太阳照射下显现出粉红色的光芒 不过 因为这个美景吸引的人潮越来越多 公园方面也定下了参观人数限制 游客必须预定门票才能入内 新唐人电视台 洛杉矶记者站综合报道 中共的防疫管控重创经济 如今虽然放开 但经济并未按预期复苏 今年2月沪深300指数下跌 外国投资者减持资产 学者认为中国经济陷入多重危机 前景暗淡 日经亚洲周一报道 2月以来 沪深300指数下降了2.94% 跌至4034.51点 而据万德金融资料 外国投资者通过沪港通 购买中国股票166亿元 与1月同期的891亿元 和整个1月创纪录的1412亿元相比 大幅度下跌 台湾经济学者吴嘉隆表示 中共放弃清零后 经济复苏的预期可能会落空 除了投资 还体现在生产 消费 就业等其他各个经济层面 一个重要原因始终没有办法摆脱的原因 就是房地产的危机 实际上变成了一个包袱 一个拖累 中国房市1月份持续低迷 前100房企实现全口径金额 3997亿元 同比减少32.6% 实现全口径销售面积576万平方米 同比减少35.6% 上海的续辉控股销售额下跌41% 广州复利地产大跌71% 吴嘉隆认为 中国经济已陷入多重危机 而且可能同时爆发 购房的业主要去处理他的债务 开发商要处理他的债务 那么银行的一些抵押资产 可能也会变成坏的资产 地方财政因为土地转让收入不行 所以也有庞大的财政包裹 再加上出口 因为制造业在撤离 外资在撤离 所以现在变成多重危机同时爆发 出口就业房地产金融财政 当然还加上外汇 外汇储备这边也有问题 吴嘉隆还表示 国内内需市场 也不能马上看到期待中的复苏 因为民众担心将来就业收入不好 所以不敢消费 储蓄超高 据央行资料 2022年人民币住户存款增加17.84万亿元 与2021年相比多增加7.94万亿元 今年1月住户存款又增加6.2万亿元 而1月住户贷款只增加了2572亿元 同比减少5858亿元 这个背后反映的是另外一个危机 叫做信心危机 中共当局的一些经济对策 可能也没有赢得民众的信任 家庭跟企业现在大概都在避险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夏敦侯 刘芳 蔡虎宝道 下面是今天的两岸扫描 中共宣传喉舌中国日报近日已捏造的内容 拼凑了一篇题为英中英聚焦共同利益的文章 并谎称该文由英国前财政大臣夏文达勋爵所谢 其中还混杂了夏文达本月早些时候 关于英中经济关系的演讲内容 造假文章随即引起夏文达不满 其办公室发表声明称 夏文达没有为中国日报写过一篇文章 我们已经投诉 随后中国日报删除了这篇文章 中国出生人口连年下降跌破历史记录 使中共面临全世界最严重的生育率下行惯性 大陆智库育蛙人口研究日前发布2023年中国人口预测报告 显示中国人口将在2050年降至11.7亿 2100年更暴跌至4.79亿 报告预估 2056年中国人口将被美国反超 但目前中国的人口数量仍是美国的四倍还多 为提高生育率 中国各地已纷纷出台各种鼓励政策 包括允许未婚生育登记 三胎补助等 但报告认为这些措施的力度远远不够 照此下去 中国将在几十年内成为全球老龄化和人口萎缩最严重的国家 三年清零重创中国经济 直接导致大学毕业生就业艰难 据大陆财新网报道 中国去年秋季校园招聘几乎腰斩 不少企业放弃校园招聘 而山东某国企原计划招聘1000人 报名人数仅高达10万 报道称 目前中国青年就业难度前所未见 去年城镇青年失业率一度接近创纪录的20% 而2023年大学应届毕业生人数 预计将再增加82万 达到1158万人 创历史新高 进一步加剧大陆就业市场的压力 巴洛克绘画大师彼得·保罗·卢本斯的名作 放战神马尔斯的男子肖像 近日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公开展出 并将参加5月份与纽约举行的拍卖 预计将以3000万美元的高价售出 卢本斯是巴洛克时期最耀眼的绘画大师 他出生于弗拉芒地区 就是今天的比利时 这次拍卖的作品《仿战神马尔斯的男子肖像》 坐于1620年左右 画中男子的真实身份不得而知 这幅肖像于2000年曾在纽约苏富比 以820万美元的价格被纽约的收藏家马克福奇拍下 之后就一直由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收藏 后来因为涉及到马克福奇夫妇的离婚官司 这幅画连同其他一些收藏便被一起拿出来拍卖了 这幅作品在本周晚些时候将在伦敦 香港 台北和洛杉矶展出 它将在纽约苏富的印象中的印象中的印象 在纽约苏富的印象中的印象中的印象 这是我们第一次做到这样的印象 提供一个古老师的策略 在一个非古老师的博物馆市场 主办方估计这幅精彩的肖像画 最终的拍卖价格大约会在2000万至3000万美元左右 卢本斯的作品气势辉红 色彩丰富 构图跳跃 充满动感 这正是巴洛克的典型风格 几乎所有后世的艺术史家 都把卢本斯作为巴洛克风格最杰出的代表大师 在他生活的17世纪 天主教教会正致力于宗教复兴 于是卢本斯将巨大的创作热情投入在宗教画中 他受安特卫普圣母主作教堂的委托所做的祭坛画 《上十字架》和《下十字架》 是他宗教化的代表作品 卢本斯的画作还曾创下过古典艺术品拍卖的世界记录 2016年 他的一副罗德和他的女儿们在伦敦加士德拍卖 拍卖会上 一位匿名买家通过电话 在一轮长达14分钟的激烈角逐后 最终以4488万英镑的天价落锤 成为当时艺术品拍卖史上最昂贵的画作之一 并且打破了加士德古典大师画作的成交记录 新台人特别记者江光宇综合报道 感谢您收看今日加州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